哈喽大家好 我是Alton 今天接着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如何自定义Roddeck的远程ID 如果你想了解如何部署Roddeck自线服务器和Roddeck全平台客户端的使用 可以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看一下我上期的视频 还没有订阅TV分享频道的朋友 麻烦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MaxOS系统 先来打开Roddeck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远程ID 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远程ID是imax-idv 把它关闭一下 接下来我们打开苹果系统的tomino终端 打开终端之后我们输入su控和杠切换到路程用户 接下来输入自己苹果电脑的这个路程用户密码 切换到路程用户之后我们需要进入到Roddeck的配置目录下面 通过CT命令 它们是放到WAR目录下的路程 然后library 然后接着就是Roddeck的这个报名 然后接着就是Roddeck的这个报名 大家跟着这个命令去敲就可以了 进入到目录下面我们输入else命令查看一下当前目录的结构 这里有三个配置文件 我们需要编辑一下第一个配置文件 输入vi命令 打开这个文件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行就是这个id了 我们可以自己去修改这里的id 我这里就在后面再加一个-dv 给大家演示 输入完整之后我们 冒号然后wq保存退出 来到这里的话我们有两个方法使这个配置生效 第一个方法就是重启我们的系统 第二个方法我们可以 通过ps命令 然后-ef 输入这个管道命令 也就是这个输线 然后挂 然后接着就是过滤一下Roddeck的进程号 输入这个命令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--service结尾的这个Roddeck的这个守护进程 我们把它前面这个PID也就是这个进程ID记下来 然后我们输入q命令 然后-9 然后把这个进程号打进这个后面这个参数里面 然后我们回车 就可以把这个进程杀死掉了 接下来我们重新打开Roddeck 重新打开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已经ID已经改变了 苹果电脑的修改ID的方法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Windows系统 我先远程连接到我的Windows虚拟机 可以看到现在我的Windows虚拟机的远程ID是WIM2022-IDV 接下来打开直电脑 接下来打开直电脑 打开锡盘Windows 找到Service Profiles 打开这个Local Service 这里有个隐藏目录APPData 我们需要把这个隐藏的项目这个选项给勾选 然后打开这个APPData 打开Local Service 我们就可以看到Roddeck这个配置目录 打开 这里有个配置Config 我们打开 我们编辑一下前面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同样跟MaxOS一样的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ID修改为我们自己想要定义的这个ID 我这里就再在后面加个-dv 然后保存 关闭 现在我们打开任务管理器 点击这个服务 我们找到Roddeck 我们重启一下这个服务 这里就绪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ID已经发生变化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个苹果系统 去远程连接到这个Windows 你去看一下能不能连接 可以看到我们重新点开这个 已发现这个ID就会发生变化了 我们算机它 可以看到同样是能远程访问的 就代表我们的ID已经修改成功 最后和大家演示Linux系统更改远程ID 首先我先远程连接到我的Ubuntu虚拟机 可以看到我这台Windows2Ubuntu虚拟机的远程ID是Ubuntu-idv 接下来我们打开中端 我们需要切换到root用户 输入入su然后空格杆 然后输入我们的root用户密码 切换到root用户我们需要进入到roted的配置目录下 它模仿是放到root然后点config目录下面 有一个roted的配置目录 进入到配置目录我们查看一下目录的文件结构 我们编辑一下第二个这个配置文件 通过VR命令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行同样是我们的ID 我们可以修改为我们自己想要定义的ID 我这里就在后面加一个-dv 然后输入mail号保存退出 编辑完成之后我们需要重启一下roted的服务 输入system control 然后restart 然后roted.service 服务重启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界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这个ID已经修改完 我们刚才定义这个ID 接下来我们同样使用这个苹果电脑这个roted 看能不能远程连接到我们的无法图虚拟机 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 就代表我们的ID已经成功修改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已经全部和大家讲完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或者加入频道的电报交流群 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订阅一下频道 给视频点个赞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